這個獨玄抄就是又叫做憂心曲 就是憂慮的憂心是內心的心 就叫憂心曲 這個是劉天華先生晚期的作品 他大概是創作在1932年 那時候剛好是我們一個很動盪的時代 他就是為了這個前途 國家的前途非常的憂慮 所以他就寫了這個曲子 來代表他內心的一個感覺這樣子 那因為他為了要表達這個內心 對國家的一個憂慮 所以他只用了內選來表示 那有的人他的時候就把什麼外選拆掉 他就千萬不要做這種事情 因為你把外選拆掉的時候 他的這個受益會不均勻會更難的 那整個曲子都是用內選來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聽聽看這個獨玄抄 很快就像是天華先生 一樣的一種詞 那樣的曲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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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